两天有报道 王志如被法院强制执行了3000多万 同时也限制了高消费 不仅很感叹 前一段时间我们之前一起读这种 CEO创业班的同学聚会 一桌八个人 属一属竟然有一半都被建高了 其实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总体都是一样的 都是因为之前融资的过程当中 在最后一轮或者倒数第二轮的时候 就开始去签一些对赌协议 最终导致如果你的创业失败 那么就有可能被这些投资机构 罚起这种相应的诉讼 今天我们就作为一个20年的创业者 来梳理一下 总体的这些创业 从最早期到最终上市这过程 每一阶段你去获得融资的一个过程 是怎么样子的 另外在每个阶段 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坑 因为同时也有很多的人经常会问我 我们现在创业 怎么去获得融资 该如何去找 其实总体来讲 就是我这边这一个表 从最早期的 我们大家习惯性的 叫种子轮到最后上市 上市之后 其实你还可以通过定向蒸发的方式 去募资 我们从上到下 网上一个来说 首先我们把它叫做种子轮 也就是最早期的时候 把它叫一个人 一个idea 只有一个想法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能只有一个人 我想做某一件事情 实际上是找投资是很难的 所以实际上也有一些 比如像美国的YC 国内的还有一些孵化机构 它其实可以去给你这种孵化的方式 一种种子轮的投资的 这一轮呢 基本上可能就是十万几十万量级的 百万以下的 因为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人 而且只有一个想法 那这个钱呢 相当于是你的启动资金 帮你去实现你初期的这种产品的想法 再进入到下一轮 但很多时候 大部分时候 其实上是没有这一轮的 就很多人都是 你可以理解为说 我自己去掏钱 因为我一个人 其实我就不拿工资嘛 我自己去全能 又可以开发 又做产品 又做推广 我就可以把产品做出来 花了个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 大部分情况下 是会进入到下一轮 就是天使轮 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啊 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核心团队 可能两个人或者三个人 有一个小的产品的demo 我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那他可能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有一个大概可以展示的东西啊 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最常见的 也是进入到了天使轮这个阶段啊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天使投资 这个时候呢 基本就是百万量级的啊 一般可能是百万以下的这个阶段啊 去有一笔天使投资 这个时候你拿了钱之后 其实是让你去组建正式的团队的啊 因为你现在可能确实就只有这个合伙人级别 两三个人 可能需要去招先任的技术 美术 UI 运营等等 这样一整套班子啊 把这个产品最终去打磨完善 然后去验证 我们把它叫做MVP啊 看看这个产品到底能不能够满足一部分用户的需求 同时有可能实现相应的收入啊 商业模式要把它赚起来啊 这个时候就进入了下一轮啊 我们叫A轮啊 这个时候其实A轮阶段 一般情况下 你应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产品了 有一定的基础的用户量基础了 同时也验证了你的商业模式 你应该是有一定的收入 有一定的现金流了 可能没有利润 但是一定是商业模式 至少是跑通了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你是需要有钱 再去不断完善我的产品 同时去扩大我的用户规模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到了A轮这个阶段啊 这个觉得一般情况下 可能是在千万亿的以上的阶段啊 那大概啊 当然我这里说的全部是人民币啊 如果你能顺利拿到A轮的钱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开始去扩大规模了啊 不管是家人 拖市场 推广等等啊 再往后呢 其实就是BCD一轮了 这个时候是根据你不同的方向啊 有的可能有BCD啊 有的可能就只有BC啊 不管这些基本上 你有一个很完整的财务模型了啊 那这个时候 这个阶段的投资机构 他看呢 就直接看你的财务报表了 你有一个稳健的 控制团队啊 人员结构等等啊 都完成了之后 其实你需要的钱 指示我怎么去不断去达向市场 去拓展整体市场啊 去实现我在这个领域的啊 真正的可能第一名的这样的阶段 如果这些全部都顺利了 其实就进入到了 我把它叫做pre-IPO 就是你上市之前的这一轮 这轮实际上就不是我需要钱去为了拓展公司的业务了 而把它称为叫基石投资人了 因为你要去面向公众市场 我需要一些能帮我站台的这大的机构 或者名人等等啊 来成为我的基石投资人 这样让市场上对我整个这家公司更加认可啊 如果拿到了这轮之后啊 可能就开始正式去上市 进行公开的去募资 去股票交易啊 到这个阶段 实际上你的前面这几轮投资人 才有可能去股票交易市场去卖出你的股票了 最终实现他们的投资回报 那你上市之后就正式的 按照正常上市公司的这种标准 去做财务审计报告等啊 这个过程当中呢 可能还会有一个新的融资方式进行蒸发 如果以于行业的变化 所以要公司的发展 有可能比如说我需要一笔新的资金 我要去做一个更大的事情啊 或者说我要去做并购啊 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去 根据你现有的股价去 找一些单独的私募投资基金 或者投资人去进行定向蒸发啊 根据我现在的价格 比如我打个折扣啊 八折六折啊 甚至五折等卖给你 你需要有一定的承诺 要锁定一段时间之后 之后才能去开始在公开市场去交易啊 然后提前去吸市 吸市整体的股份 获得一笔钱 我为了公司最终更大的发展 总体来讲 他大概投资逻辑就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你去融资的时候呢 你要根据你自己的产品的阶段 以及你需要的钱来去判断你 如何去融资 整个过程呢 我们看其实是非常漫长的 很多的在每一个阶段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漏斗啊 但到一个阶段会塞掉一批 一边创业团队 到一个阶段真正能找到最后IPO的 其实是毛铃脚是非常少的啊 甚至以前有人说叫C轮死啊 因为你前面拿了这么多钱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像王志如这样的 限高的绝大部分期就是B轮C轮这个阶段啊 因为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需要 一方面你的股值已经很高了 他每一轮越往后股值会越来越高啊 一方面股值很高 需要的钱也很多啊 但是你的商业模式 本身应该是比较完整的那时候 所以一般情况下 这个投资机构都会要求你签订一定的 有协议啊 这个对赌协议呢 可能包含就是说你要多少年之内 你一定要上市啊 因为你上市之后 他才能去变现啊 或者如果不上市 或者被并购 至少我需要退出 如果你不能够实现这个阶段的话 那么我投资你的钱就要变成啊 你需要按照年化啊 比如说年化5%或者6%的利息去还给我啊 而且呢 这个是这几年前 我内的创投机构 其实是形成一个很不好的这种习惯 创始人甚至要签连责任啊 其实包括像之前罗永浩的增还钻 其实都是一样的 通常一家企业 它是根据你的注册资本 你应该承担的是有限责任 如果一家公司去注销了 或者倒闭了 那我注册资本 比如说三百万 那我就承担的是这么多的债务啊 但是我创始人是不应该去承担的啊 但是呢 当有的时候 这个投资公司要求你做连带者 就是你公司哪怕倒闭了 你创始人这个债务会转嫁到你个人身上啊 这也为什么像罗永浩 说是欠来及格亿的核心原因啊 实际上有很大量的反对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与都有这种情况啊 现在他们都有 真备几千万上亿的这种债务啊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啊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 是双方签订的 他其实投资机构也并没有说强制你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创始人到那个阶段啊 他就会有一些心理膨胀 或者头脑发热啊 觉得我现在发展很好 那我这个五年上市应该是很轻松的事情 所以他就没有记后果就直接签了啊 还有呢 因为竞争的原因可能导致有些人不得不去 希望快速融到钱去下一次发展啊 导致整个的过程啊 总体来讲其实大概就是这样的啊 到现在国内的整体的创投环境 其实已经比以前是越来越恶劣了啊 所以如果你要创业 你可能需要想清楚你自己要做些什么 以及你否需要去融资 一定要去融资啊 其实实际上按照现在整个的行业市场发展的话啊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红利期的机会了啊 可能除了AI之外 基本没有了 它就是一个纯量的市场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能看准一个小的需求 然后去满足它 做一个小二敏的公司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太可能再出现 类似像字节跳动这样一下 爆发式的增长未来多吗 千亿美金 万亿美金市值 甚至上市 应该是已经越来越渺茫啊 所以不管如何创业 其实还是要三思而行